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国中公民科 主题离婚率提高与跨国婚姻调试 主讲人仁爱国中刘东恒老师 本单元的学习重点与目标 了解离婚率的提高原因与省思 知道跨国婚姻可能需要调试的议题 在正式进入今天的单元之前 有几个问题 让我们从生活中的经验来做连接与思考 首先是非常著名的卡通名侦探柯南 里头小兰的爸爸妈妈毛利小五郎与菲律师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他们的婚姻状态 另外 同学们是否知道 迪士尼波音长达九年的知名卡通 菲哥与小冯 他们的家庭形态是哪一种 以上两个问题 让同学们想一想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菲律师与毛利小五郎 彼此在卡通里头称呼对方为 前夫与前妻 所以其实他们已经离婚了 在法律上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菲哥与小佛 他们则是重组家庭 菲哥跟着爸爸 小佛跟着姐姐 凯蒂斯 以及妈妈 两个单亲家庭 再度的结合成为重组家庭 又叫做寄亲家庭 以上两个卡通所发生的情形 跟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主题 具有关联 也就是离婚率的提高 以及跨过婚姻 首先我们来看到离婚率提高 离婚率提高的原因 主要是观念的转变 现代社会对于离婚男女的负面评价 渐渐的淡薄 再婚的重组家庭比例也随之增加 也就是说 过去的社会 氛围期待人们 必须要去忍受不和谐的婚姻 即使婚姻经营的并不顺遂 今时配偶之间有所怨对 我们也有句俗话叫做 劝和不劝离 同时我们对已经离婚的男女 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可是随着时代的转变 这样子的负面评价渐渐的淡薄了 我们开始有了新的想法产生 我们不再认为人们必须要忍受 婚姻当中的不和谐或妥协 而是尊重婚姻关系当中的两个人 是否能有共识 共同维系这段婚姻 尊重他们的意愿跟共识 所以合则在一起不和 那么分开离婚也是其中一种选择 于是当离婚不再是负面的 当离婚可以是人生当中的一种选择的时候 离婚率也随之提高 那么离婚率提高 离婚会为我们带来什么需要思考的议题呢 关于离婚议题的省思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 既然离婚是一个慎重的决定 那么在步入婚姻之前 谨慎地选择你的伴侣 思考能否以成熟的心态 学习与经营婚姻 婚姻当然是需要学习的 不是每一个人生来 就懂得如何维系一段婚姻关系 同时在婚姻关系当中 两个人因此变得更紧密 可能随之而来 就有许多需要磨合的 生活习惯价值观念 因此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 在这段婚姻关系之中 在成为配偶的责任与义务的承担里头 是重要的一点 因此像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上面 政府或一些民间相关团体 也有许多婚姻教育 透过参加这些婚姻教育 比如说你看里头的牵手练习曲 或者是婚姻教育的宣导 可以了解到我们比较谨慎的去思考 是不是我能够跟我选择的人 成为医生的伴侣 并且经营一段和善良好 气氛和好的婚姻 同时离婚率的第二个省思 如果我们说刚刚是在婚姻之前 步入婚姻之前 我们如果能够慎重地决定 那么可以减少离婚的发生 降低离婚率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那当我们步入婚姻之中 最后选择要离婚之后 如果家庭中已经有了孩子 那就会出现单亲家庭 在单亲家庭中 孩子的相处与如何适宜 孩子能不能够尊重父母亲 对自己人生的抉择 那么已经离婚的一对父母 势必不再住在一起 那如何去面对 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 这就是在离婚之后 身为父母的 我们必须要妥善思考 以及顾虑的 以上两个是 关于离婚议题的形思 所以婚前的慎重思考 或者是在婚姻当中 学习磨合与经营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继续下去了 婚姻我们应该是两个人的共识 而在这共识当中 如果无法继续携手走下去 离婚也可以是一种选择 然而当离婚之后 在孩子的部分 出现了单亲家庭的议题 如何处理孩子 在单亲家庭当中的亲子关系 就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接着是跨国婚姻 什么是跨国婚姻呢 其实我们又把这样的家庭形态 叫做新移民家庭 简单来说 就是夫妻双方的国籍并不相同 当然有可能是 比如说一个台湾人 跟美国人结婚 或是一个台湾人跟日本人结婚 一个台湾人跟泰国人结婚 这都是属于跨国婚姻的一种 那结婚之后可能势必伴随着 要在哪里成立家庭 就会成为 每台湾人跟美国人结婚 住在台湾 也是台湾的新移民家庭 那么住在美国 就成为美国的新移民家庭 新移民家庭跨国婚姻 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的沟通 因为不同的国籍 可能会有语言上的沟通障碍 那语言是与人相处 最重要的第一印象 也是最重要的工具 可能就会带来某些困扰 或适应上的难题 第二个是对于国情文化的了解 两个不同国家的人 是否能够在生活相处当中 以及适应对方的社会 最后一个是生活习惯 不同国情文化的人 在那样的背景中长大的人 生活习惯上有时会出现差异 就需要在婚姻当中 去习惯学习逐渐抹合 那么有没有人可以提供 跨国婚姻的帮助呢 当然是有的 像是政府与民间 都有为跨国婚姻的调试 做了许多的努力 比如说开办新移民的试字班 我们这边主要举的例子是 我国对于新移民家庭 跨国婚姻当中的配偶 做了哪些努力 政府跟民间举办的试字班 可以帮助解决语言沟通上的障碍 或者是生活适应辅导班 于是你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状况 就可以透过来上生活适应辅导班 去了解不同的国情文化 更顺利地融入某国的社会 甚至举办活动 促进交流与认识 比如说可以透过 我们在了解 新移民在了解我国 国情文化的同时 新加入的一份子 他也可以把自己的文化 带入我国 让我们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文化 比如说日本文化 美国文化 或者是泰国文化 所以像头影片上面的 这个是外籍与大陆配偶的 生活适应辅导班 他就可以提供在生活习惯上 或者是文化 国情不同的适应问题 或者是像这个 2014台北市的 新移民多元文化博览会 在帮助新移民 帮助跨国婚姻的配偶 了解我国的国情文化 与生活习惯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透过包容他们 去了解到他们所带来的 原生的国情文化 原生的思想价值 那么就能使得我国的文化 把它变得更多元 更精彩 今天讨论到的两个议题 一个是离婚 一个是跨国婚姻 他们的最大共同点就是 都是人生中的一种选择 无关乎对错 只是可能有与他人 有一点不同 但这一点不同 要如何去面对呢 这一点不同 所带来的一些相应的议题 如何去处理 我想他们的共同点是 第一个是尊重 透过尊重的心态 能避免伤害彼此 像是离婚的同时 如果我们能够尊重的 不要讲出商人的语言 或商人的行动 那么也许在离婚之后 彼此都还能够是 良好的关系 就像柯南卡通里头的 非律师与毛利小五郎 第二个是温暖的包容 温暖的包容对方 也许在这段婚姻 无法走下去的时候 仍然能够包容对方的错误 然后以和平的方式来结束 这一段关系 或是当你遇到不同的国籍文化 不同的风情展现 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份包容 就可以使得我们的社会 展现更多多元共荣的情况 所以有时候同学们在路上 等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不同国家的小吃饮食店 比如说泰式料理啦 越式料理啦 老板或老板娘 他们可能就是 跨国婚姻的组成 反而使得我们在 饮食文化方面变得更加多元 甚至在班级当中 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在 介绍到不同国家历史的时候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 跨国婚姻的家庭 就能够带领我们 更深一层的去认识 他们的文化 使得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多元 更加的多彩多姿 最后是理性的沟通 理性的沟通能化解与避免冲突 所以即使婚姻无法维持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理性的沟通 和平分手 和平协议 也许跨国婚姻的外籍配偶 我们会遇到无法理解 或者是不太理解的情形 可是理性的沟通 可以帮助我们跨越 语言的隔阂文化的隔离 以上应该是我们在 面对这两个议题 所应该具备的公民素养 回顾本单元学习重点与目标 我们了解了 离婚率提高的原因与省思 同时我们也知道了 跨国婚姻可能需要调试的议题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所要探讨的重点内容 本影片由国中公民科 制作教师团队制作 授权声明 感谢康轩文化 南医书局 龙腾文化 汉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实用